2023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超2.96亿,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退休给很多老年人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 如何开启退休后,体面的第二人生是一个Talks想要与您一起探讨的话题。 更好晚年,第三位对话者,她是江苏省省级示范养老机构院长王莲蒂女士。 王莲蒂是一位从业近30年,至今仍坚守在一线的养老机构院长。 多年来,她以一颗热忱之心,细心陪伴超过2000名老人。 尽管过程不乏辛苦,但她也从未有丝毫的懈怠和退缩,始终坚守在岗位上。 她说,我在为年轻人解决后顾之忧,在我力所能及的时候,我会竭尽全力多做一天。 而当我老去,希望能够在养老院中安详婉言。 我叫王宁帝,我是五六年出生的人。 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这样的。 一,平时要保持好自己的心态。 心态要在一个无论什么时候,经济大权不能发生。 我开一个养老院的话,我把这些就是忠孝不能两全,顾不伤的这些人,我解决他们的这样困难。 我对他们自己的要求就是,有时间来看看老人。 好好跟他们的隔一通啊,谈谈啊,教练啊,要帮助他们去走出去啊。 我们计划生育儿啊,这么多年,家家夫妇只能生一代,不能生两代。 要是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可能是一堆小年轻要养,或者来复离,这些爸爸妈妈啦,爷爷奶奶啦,好像是太太他们啦。 我想,我开一个养老院的话,我把这些就是忠孝不能两全,要工作,要顾些老人顾不伤的这些人, 我解决他们的这样困难,这样可以让老人也过得比较好一点吧, 也要让他们子女啊,轻轻松松地做他们自己的事吧。 就这样,我就想开这个养老院。 开了这么多年那个养老院啊,我的心情啊,是比较复杂的。 真正健康的老人,就我这个养老机构是少得很的,所以这个复礼上面的这个事情,事就太多了。 不管是心理方面的,还是自己方面的,工作量也是比较大的。 但是,开心的,开心什么呢? 为这些老人做了一系列的福利工作。 子女每次来看望老人的时候,都是这样对我讲的。 你开的这个养老院太好了,给我们解决了不少的困难,帮助了我们。 我们非常感谢你。 我经常讲哦,当官,多大的官,都没有人给他去磕头吧。 我开这个养老院,好多老人在我这里走了。 最终,他们来拿老人走的时候,他们家的子女,很多子女,都是跟我磕头,感谢我。 所以来说的话,这样子的产命,我就想,只有我这个养老院的院长,我这个养老院的复工,可以受到这样子的感谢。 宗教不能两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他只能选择这样子。 他送进来以后,他也是花钱的呀。 他若是不孝顺的话,他为什么要花钱把老人送进养老院呢? 在我们当地啊,真正说,有条件的人家,也有。 这家找保姆的,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选择我养老机构,还是要把老人送进我养老院。 你看,他们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一个复工,他们找了保姆在家里,进去复理他们了。 白天复理,晚上复理,24小时复理他,都要行营,不离,不吃不喝,不睡觉,那是不可能的。 你说,子女还是孝顺,把老人送进我养老院,还是不孝顺,把老人送进我养老院呢? 所以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书法是不对的。 远养老院的时候,小心进去的时候,要看这个养老院,宽静怎么样。 宽静也不是什么高大商,也不要讲究那些高大商。 只要是干干净净净,宽宽畅畅,这是一个方面,是宽静。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复理,复理方面,要了解一下他们的复理。 一个复工,复理几个老人,办法里的,复理几个,全复理的,复理几个。 如果是一个复工,复理六个,或者六个左右七八个,当中也有办法里的,也有全复理的, 我认为这是适可的,比较好一点。 因为复工可以有时间做,而且能够做好,也不会说是做不了。 如果是一个复工,复理,很多的老人,招呼不过来。 这些老人进去的话,得不到应有的服务,复理的话, 这个老人进去,也是不怎么太好的吧。 这一个吃饭,食堂里面要去看一下。 食堂里面看什么呢? 看他们,食堂的款机维生,看他们的菜谱菜单, 看他们的食堂牛羊,食堂牛羊很重要啊。 我们是四十八小时的食堂牛羊。 老人的这个食物啊,要威慎,而且要荤素搭配得好。 22年9月份的时候,在我们小县城太县,有这个享受长福险的。 我就是第一批申请到长福险承办代位的养老机构。 长福险里面有二十种货物,基本上每天要有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享受长福险的微经纬吧,他每天给我们是六十块钱一个人。 六十块钱一个人给我们干什么呢? 都是打到我们养老机构的账户上的。 就是给我们养老机构要加大力度,从事力量。 这个福利人员到这个福利区来,更好的福利好老人。 今天政府有这样子的这个优惠政策,有这个钱补贴来了。 补贴来了以后,我就根据老人家的情况。 有的人嘛,自己拿到工资,有的人嘛,拿不到工资,都是靠子女探养的。 所以来说的话,我计补贴他们多一点。 一般情况下,最少也补贴他们六百。 太数情况的,补贴他们一千八,赌给他们去。 一般情况下,都是给他们补贴一千,或者一千二,就这样的。 我们养老院也有医生,也有副师啊,24小时都有。 晚上有这班医生,白天医生,副师,整天就是上班。 就是我这个院长的话呢,就是每天跟这些高位的病人, 要多打交道,我多看看。 我认为这些人的话是看一眼,少一眼了。 他虽然跟医生都交流不了,但是我这个院长, 我也要掌握看,我也要看一看。 特别是睡到常常的人,有些老人,特别是设置老人, 老年痴的真的老人,有没有睡觉呀? 他是怎么睡的?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不能让他们动作, 被子也没有盖好,枕头也没有整好。 还有是白天,因为发热啦,因为什么毛病啦,开手啦, 要说爱的老人,我都要多少伤。 有时候累得什么样子啊,上床睡觉了, 这两条腿啊,都腫得硬邦邦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这些做这个事情啊,我做了这么多年, 我与这些老人啊,有一种感情, 就是我习惯了,放不了这个心。 还有些这些老人的话呢,就是也离不开我了。 比如说,我现在养老院里面,有一个一百零五岁的老人, 他在我这里生活了十八年整。 十八年都在我身边,朝朝默默地相处。 这个老人到默契为止,脑子还是比较清楚的。 能力上还可以走动,衣服还可以自己穿,自己脱。 他就一天都不能离开我。 比如说,我今天要到哪儿去了? 要开会啊,或者是要去,有什么事情离开养老院, 我必须要跟他讲清楚的。 不讲清楚,他看不到我,他晚上不会上场睡觉的。 好久我晚上不能回养老院的时候的话, 我也得用服务员的电话给他撕个屏, 给他看一下。 我说,我自己这样服务员,这样努力的工作也是值得的。 这些多年以来,我陪伴的老人超过两千人。 我们养老院里面,现在日子的有一堆老人, 老两个人都是一样大,都是八十九十人。 他们之女有在医院的,有在学校的, 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就是他们自己也有退卸工资的。 在家里面,他们也可以这样讲, 都怎么跟邻居交完的。 现在年龄大了,就出去买菜,烧饭不方便了。 儿女们为他们找保姆回去, 他也嫌人呀,做不了这些事情, 还要拿他们这么多钱。 他子女来的纸钱, 给我们交来了,给我交回来一件。 然后他们进来了以后, 我就每天上午下午,两次不多, 一刻钟到二十分钟,给他们就交来。 一个,你们到了养老院, 却等于进了一个大学校, 都是来自五福市海的人, 大多数人可以讲话的, 也有人可以走动的。 你们在这里以后,不要避到房间里面, 那边还有好多的老人, 要跟你交朋友的。 你交了朋友的话, 讲话的人不是变多了吗? 他先起初他不愿意出去, 我都是拉着他们的事, 我参数他们, 把他拉去,参数他们拉出去。 他和他们一起锻炼, 就这样反复,反复,反复, 他们就习惯了。 他现在是怎么样? 有太阳了,在院子里面晒太阳, 他主动出来, 跟老人们坐在一起, 有老人坐到轮椅上, 他就坐在条椅上。 所以来说的话, 他现在就成为老朋友, 老人的老朋友, 他也有了朋友, 老人也有了他们老两个的朋友, 坐在一起聊聊天呀。 所以来说, 就用这样子的方法, 好好跟他们沟通啊, 谈谈啊, 交流啊, 要帮助他们去锻炼啊, 走出去啊, 接受他们啊, 现在也可以快快乐乐地, 在养老友里面, 跟着人家沟通啊, 讲话了。 因为在这些年当中 这些老人身上 我都吸取了他们的经验和教训 一 平时要保持好自己的心态 心态要好 身体就健康 要身体健康就好 这个无论什么时候 经济大全不能发生 比如说身体好的 有些自由化的 他们就过得比较好 比较幸福 稳定生活 我经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这样的 我对所有养老员里面的 老人的子女们讲的 我都对他们有一个要求 我说麻烦你们了 我说请你们 只要有时间就来看看 为什么呢 因为你跟他们有血缘关系 我们对她最好 十分好 我们对她没什么血缘关系 你们一定要经常来看 看了以后 他们开心 所以我对他们 子女的要求就是 有时间 来看看老人 我们对她的生活 我们对他们来说 咱们对她的生活 我们对她来说 我们对她的生活 我们对她的生活